年轻的故事 有无限的希望 当梦想长得越大 就越成熟 所有快乐悲伤 勇敢的接受 年轻的地方 就是天堂 路是无限的反光 不管挫折多少 努力去追逐梦想 十方自由飞翔的渴望 就能飞越无数的海洋 梦能把未来点亮 照亮无穷天地 年轻就是力量 勇敢往自己选择的方向 就拥有自由梦想的天堂 诚信就是要说话赏话 我认为 诚信就是要 脚本任务 生命必达 诚信是五行的信用卡 手把我就再也没有 相信他 诚信的其中一项内涵呢 就是体贴 会在乎 要是自己没有做好 那别人该怎么办呢 绝对没问题 这么慎重的承诺 一定要在想清楚之后 才能说出口 要投风扇的请举手 要投风扇的请举手 还有我们的虫尾 好 经过票选 我们选出 冯轩兰 李智慧 李本良 曾轩平 蔡索荣 张云轩 等前两位同学 参加我们的话剧比赛 好的 那接下来呢 我们就要请这辈 推选出来的六位同学 开始好好的筹备话剧比赛 积极的呢 来为我们的班级 争取荣誉 老师 交给我们绝对没问题 好 怎么办啊 还是有没有不大虚乱呢 哼 自不量力 说什么 绝对没有问题 我国小就读过《红楼梦》了 一定可以帮班上上学最好的剧本 结果呢 结果公众自己的部分写不出来 半夜才跟志慧讲 还志慧做总整 一直忙要填点 没问题啊 没关系啊 一轮板是我做的 人家志慧五点才睡 现在都能来了 他又再迟到什么意思的 算了 我们先来讨论吧 嗯 这是我初步做的 好 抱歉抱歉 吃到了 还好啦 只不过一个小时十二分钟而已 哎呦 不要这样子嘛 我不是故意的 还不是我家时钟坏掉 整只慢了一个小时 我看错时间才会吃到的嘛 可是 你已经不是第一次迟到了耶 再下去 会影响到我们排练的进度 好啦 好啦 不要浪费时间再吵架了 欸 你们讨论到哪里了 刚刚我乳生的房子 我也学保餐 只会演习人 全民演林黛玉 蛤 你演林黛玉 我看你演王西凤比较适合 要你管啊 好啦 别闹 现在生下男生的角色 最重要是贾宝玉 贾宝玉到底是我来演啊 我最喜欢贾宝玉了 拜托 贾宝玉是男女角 你三天老婆没了 我跟谁对系啊 哎呀 之前都是意外 之后绝对没有问题了 不然谁要演贾宝玉啊 本娘是导演 欸 齐萱 你要不要演贾宝玉 我 不要喔 好吧 那虽然就让你来演贾宝玉 可是以后提会的时候 不应该迟到了喔 会啦会啦 绝对没问题 对不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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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再来我们可能要讨论一下 道具的问题 尤其是戴玉帐花那一幕的花囊 真的很重要 欸 花囊我来做 你会做 我请我妈妈帮忙 我妈有学擦花 裁缝 手巧而狠 一定可以做得超级棒的啊 你决定吗 没问题 好吧 我相信你 妈 跟你说 我现在要演话剧比赛的男主角喔 你今天怎么没有插桌子 也没有洗碗呢 就 中午一吃完饭 就忙去跟同学讨论啊 我现在很忙欸 而且我又是话剧比赛的男主角 妈妈知道是你妈啊 但是你时间也要分配好啊 该做的事情还是要做 好啦 我知道啦 还有同学想请你做一个花篮 跟花瓣 什么啊 那要怎么做啊 而且你知道妈妈最近很忙欸 你不帮忙也就算了 我哪有那个闲工夫 我还不是孩子的把戏啊 这不是孩子的把戏啊 这是大事情欸 而且我已经答应同学了啊 嗯 是你答应的 又不是妈妈答应的 你自己想办法 嗯 妈 妈 你就这样见死不救 拜托啦 妈 好啊 智慧啊 你这次的剧本写得很好喔 尤其是对白都很讨旧 不愧是国文小老师喔 欸 宣燃呢 他喔 他今天应该不会来了啦 为什么啊 我去看你 不信 我去看你了 我去看你了